大家好,我是奈琳 奈琳今天要來分享這個立體的口罩 這個口罩的板鞋,如果說你喜歡的話 可是可能沒有時間去畫的話 我會把這個板鞋分享在我的FB上面 現在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口罩還蠻簡單的 就是錶布兩塊,禮布兩塊 然後我們現在呢 先從這裡,先從中間這裡 把它車縫起來 縫份大概是車0.5公分 頭尾記得倒個針 就算了 這個口罩還可以走 就算了 對 多久 就算了 就算了 一個 一口罩 這個口罩 有幾個 先把線頭剪掉 然後呢 打開我們的布 那你中間的地方你要壓線也是可以 壓線的話就這樣壓 壓在你車封處的邊緣 然後不用壓得太 盡量壓小一點 這樣會看起來比較好看一點 這樣 還有我今天 我今天的錶布 是 今天的布 一個是用那個 一個是用平置布 然後另外一個我是用棉布 壓線就是把你的縫分剝開 然後再變布 車門 盡量不要測太大 公分不要測太多 因為看起來會不好看 所謂的不要測太大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在邊緣一處 然後你就測那個 細細的一條壓線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然後我現在呢 要做什麼呢 布翻為正面 正面對正面 現在是正面對正面 然後準備呢 就是 車一圈起來 然後留一個 反口 反口我大概會留在哪裡 留在這裡 反口我留在這邊 等一下我這裡車好的時候 這裡會向裡面走 所以我的表面 就不會太多壓線 這樣 這樣子會比較好看一點 所以我現在 先從反口這個地方 開始起針 起針的話一樣 到個起針 然後開始車縫 縫分一定要車0.5公分 要不要動 板著 要不要動 下車 下車 現在是有錢的 你現在看到我在做這個動作是我要讓我的布平整 即使說我下面的布好像沒有車的很好 你有沒有發現我下面的布好像沒有車的 不是沒有車的啦 是我的布沒有剪的很好 就是我的表布比較大塊一點 那沒有關係等一下我再把那個多一點的布修掉就可以了 拍起來差不多這樣 好那我現在要回到我反口的地方 結束的地方也要倒個急增 好之後把線頭剪掉 哎唷 剪到我的布了 好喔 現在我拿出剪到 把多餘不要的布給剪掉 那那個腳腳的布我也會把它修掉這樣 免得等一下要遮那個角度的時候會太厚了 這布我會把它修掉 不要讓它太太厚 看一下還會哪裡要修掉 這也要修掉 好 修掉之後就把它翻過來 欸咦 這這狗口罩沒有很 沒有很困難 那你的反口可以不用像我留的這麼小一個洞 你可以留大一點 反正等一下那個 過去的時候 翻過去的時候 還是要壓線 只是我 我只是 我個人只是不喜歡那個 反口的洞 很大一個力 這只是個人的習慣 好 角膠的地方 這邊已經翻過來 換這邊 一樣 翻這個的話 就是 在哪裡 怎麼找不到我另外一個腳 我的另外一個腳在哪裡 算了 翻過來了 翻過來再調整 我的那個角度 我舉個頭 開車 那就行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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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翻過來之後你就拿著你的 你的那個針啊 堆子啊 或是你好用的東西啊 把你那個腳腳的布挑出來 挑出來我們的立體的口罩 它就是長這樣子 對 因為你前面這個地方它是有弧度的 所以它車起來這裡就是很自然 會有一個立體的形狀這樣子 它就是長這樣子 對 好 然後呢 你是周圍要不要壓線的話 就看你自己 那我是 我把它壓線好了 因為我覺得它壓線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不要那麼瘋了 壓線的話一樣是壓在那個 這個縫份的邊緣處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不要测太多 縫份不要测太多 就是細細的 還有裡面的布不要讓它跑出來 這樣會不好看 好我現在測的這個位置要準備回到我反骨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呢 把你的布剝好 因為我下面 你看 你是不是覺得我的布 下面布比較多 對 因為我用下 下面用的這塊布是棉布 然後棉布它 它很容易變形 你要講變形嗎 就是很容易吸氧 像那個排岸布 它就比較不容易會有 有變形 變形或是 或是什麼 那個應該怎麼講 就是其他的形形 所以棉布跟排岸布 它們兩個之間的特性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太一樣的 好 收完之後就是把 把你的 線索剪掉 剪掉之後呢 好 再來呢 我要去什麼地方走 其實我口罩大致上就完成了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有沒有 還沒有 好 就是這裡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包鬆緊帶的地方 那 你的那個縫分要折多少 就看一件事情 大概是折這樣就好 因為我 因為我是要穿這種鬆緊帶 所以我的蓬分要抓多一點 不然等一下我那個鬆緊帶 會很難塞進去 頭尾要到我身 左邊車多少 右邊就車多少 這樣 會不會比較好看一點 好 這好線頭刷錢掉就可以了 好那等一下我再把 鬆緊帶穿過去 這樣我的立體火照就完成了